各位朋友,到了礼拜五的时光,10月25号2024年 今天也是我们中华民国以前的光复节 那现在台湾光复节就完全消失了 我在那边去Google什么的 基本上大部分报纸都没有提 大概只有联合报跟这边的世界日报 这边他们是两个同样的报系 有这样子的报道 主要是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仁 他提议明年是20周年 所以要扩大庆祝 然后希望恢复这个国定假日 以前被取消 被陈水扁大概取消的 以后就没有了 甚至有人把这个名字也改 什么中占纪念 各种各样的花样 不过你当时看到这个 对我们这些遗老是很感慨的 除了他之外 还有国台办 正好有人问吧 大概也是安排的吧 那个什么朱凤连才什么的 就是长篇大论的一番 不过他主要当然就是把这个历史在 那一方面是没有错了 因为第一个是台湾是因为 以前的清朝跟日本作战 甲鲁战争失败了之后 割掉了 那时候辽东半岛 什么日本台湾 可是因为那个 各外国的交涉 那个另外一个辽东半岛 还什么的就归还了 就没有就赔钱 那台湾就给日本了 然后1894年之后 然后在1895年进战 然后第二次大战 既然打得上了 他有各种各样的会议 所以盟军啊 这个英国美国 法国俄国什么的都同意啊 有一个叫波茲坦协定的 就是说这个要归还 那时候实际上东北 已经是被割让出去 他变成满洲国了 也是要回归中国 就是那时候中国是中华民国嘛 所以来1945年 当时就是接收了 1945年的12月25号 举行了盛大的典礼啊 我们小时候都一直保 大概到2000年左右 才没有啊 20多年了 所以那个台湾光复的 那首歌也很感人啊 以前我只要唱一唱 不过关键嘛 张登节彩大家 什么圣衣律喜洋洋啊 什么的我们都是 所以你说一个国家的历史跟意识啊 真是是可以被操纵的啊 现在年轻人大概根本都不晓这个东西 倒是那个 我看台湾的新闻啊 有一个稍微提一下 就台湾的宪法法庭 中华民国的宪法法庭啊 说这个立院通过的一个 要总统去背询啊 然后呢 假如你质询的时候 官员不礼貌啊 有可以问罪的什么的 他大部分都说他违宪啊 我听说没有完全推翻嘛 反正就是用这个 那当然也是预期的结果嘛 很多人都很相信法律啊 讲难听点的法律 真的是一个为执政的 为怎么样子的人使用的 有钱人使用的工具 你懂得 你用一般人 怎么这么复杂的东西 怎么懂的嘛 那至于说台湾那 当时这些人都是某种立场的啊 这个认定的 换了不同人就不同 美国的美国的宪法也是一样啊 最高法面 也是因为这个政治的立场或怎么样子 讲起来都是好像神圣不可侵犯 实际上这个是有待商榷的 讲讲洛杉矶当地的消息啊 那个洛杉矶时报 因为前几天就报道一个啊 那现在终结一下 主要是我昨天送小孩去机场嘛 看到那个节 有那个叫people mover啊 上面有两部车子 这个聊了一下 那昨天洛杉矶也特别报道了 因为啊他是2026年 一月要通车 这个people mover啊 就是把洛杉矶机场跟捷运 给连到大众捷运啊 你从那个做了之后 可以连接到什么绿线啊 什么线这样子的 呃 他里面开头报道 就是一个墨西哥游客到洛杉矶来 结果很惊讶地发现都没有 他说是基本上大城市都有嘛 就洛杉矶没有 博汤讲说 哎有这个东西 这个花呢 很巨大的金钱啊 本来是2023年要玩的 可是呢 因为跟这个包商 很多很多问题啦 钱啊 什么的 而且那个工程啊 本来应该洛杉矶市政府有参与 结果根本没有 他们就是包商叫design built 或怎么样子的 他们自己雇人自己来查 啊 省了很多钱 我们本来 我们实际上旁边一些 于那些管道啊 有一些 可是大部分都没有管他 啊 那这个是1985年就有这个构想 可是一支延荡 实际上洛杉矶因为这个捷运是很厚的啦 别的地方都有了 这么美国的城市怎么没有呢 这个大众运输上的问题啊 尤其是这种比较快速一点 不过洛杉矶捷运我给他一个分数很低啊 因为我自己实验的 很不方便 很慢 不像别的地方就很快 当然洛杉矶也很大嘛 这有 不管怎么样 因为前几个月嘛 那个最后那个 他是用车子啊 在上面单轨车子上面进行的 听说有80多部 运了四五部准备测试啊 所以我天天正好看到他 在这轨道上面 那 还有一个 以前就讲啊 2028年我们洛杉矶市长啊 发下的豪雨 说没有汽车的一个奥运啊 就等于说捷运都很方便 都可以连接 当然你不可能是完全没有 可是一般人可以做捷运 也是一样 他是预计有三十多亿的预算 到现在只筹了百分之十几 百分之三点几 还是很少很少 所以我看是没什么希望 他们主要是啊 把几个主要的体育场馆啊 用这个捷运连起来 这个可能是会态势附中啊 不过你选举的结果 其实都是这样子 所有的领导人都是这种 很滑重 因为就像你说的 你只要人家头上的 你就可以有这种权利 那你真的是什么样团队 这是很难讲啊 可是话讲回来讲的话都很好听 这是我们常常看见的 我们洛杉矶选举还有一个最有意思的 就是洛杉矶的检察长啊 Gayson 他呢 你看一个现任的居然会落后对手 百分之三十几啊 他就做最后的承扎 因为我们也知道他大概 然后他的 因为他是 很多犯罪都是很复杂问题 可是规则于他 而且呢 他上一次也是选胜啊 把那个现任的赶下来 所以这个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所以这个 他的年代的一个三十六提案 也是一样的 大概应该会过 就是说以前零元购啊 我们知道这个前因后果的 大致的人啊 都觉得这种也是一样嘛 大众印象 那你就过了 我们就看下一个嘛 就跟我们选举 也许川普上台 我们就看他嘛 不过当然就是 很多印证的东西 那这个Gayson呢 他去拍那个TikTok 那很糗他 说他这 费力的这个 唱一些歌啊 干什么的 大概是没什么希望了 不过来 最近有一个Holanda 就以前有两个附加子弟 把他爸爸妈妈给杀了 判终身监禁的 他做了一个决定啊 这个说 重新应该 他就支持啊 我当法官不一定听他的 他目前还在位啊 他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 决定啊 讲那一点新的 可能决定不会 因为 法律都已经定案了嘛 对他一讲的话 他就很注重少年人的犯罪啦 就把很多这个 犯罪人都给释放到街头上 街头上造成的各种各样乱象啊 所以 这就是目前我一般的印象 好吧 美国的总统选举呢 这个两个人都 继续在努力啊 讲那一点都是 互相攻击 言不及 都做个人攻击 像哈里斯 接受CNA的访问啊 当然也被 这个支持他 他讲的 一无四处啊 讲那一点 他就是攻击川普了 因为人家问他他就没有提出他的办法 那问题是 你看川普不是一样 每天说他是低智商笨人什么的 更厉害啊 那这个 他也是可能还文明一点 不过对一般的选民来讲 就是说 你可以讲嘛 都没有经历 可是问题两党都一样嘛 啊 那问题就是 哎呀我的共和党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现在他们当政嘛 当时要有这个被 包袱啊 目前当时民调 很多都看好川普了 不过理论上是 他们两个互相 呃 不相上下 所以有一个人提出一个啊 假如这次一个选举结果是 川普的 全国选票赢 因为是很可能啊 因为像我们这边加州 很多队民主人们有反对 所以很多人会投 虽然他会输掉这个州 可是他票数会增加 啊 绝对不像以前输得那么难看 假如他们是 选票赢了 然后他的选举人数 哈瑞斯赢了啊 因为哈瑞斯比较会打选仗 他注重那几个州啊 那就凸显美国这个 很奇怪的制度 的一个问题啊 我觉得我真的希望是如此啊 让川普也有一点高兴 然后他去来怪选票 可是这几州你输了嘛 对不对 不过一定会乱啊 所以这个 哎我们等着看 马上就到了啊 好吧 那以色列在加沙啦 继续攻击这些医院啊 平民啊 一死就死十几个人啊 都已经算屠杀了 很多报纸直接讲 他确实也是屠杀嘛 死了十万多人 你这一千多人 而且这些人都很狠的啦 这些军人啊 然后他们在黎巴顿南部呢 也杀了三个记者 在国际上是大事啊 因为联合国 世界各国基本上 都谴责以色列 可是他我凶我素 就跟哈里斯 假如现在 不去做一个谴责的话 会怎么样子啊 他就是软啪啪的 或怎么样 也没办法 他应该讲嘛 说我已经处理不错 你到川普 他们会把这个阿拉伯 更图这个以色列支持的 更不得了 我们还让以色列 有一点节制啊 当然他给以色列的子弹 都是你的啊 那些炸弹什么的 好吧 金砖的峰会结束啊 我看啊 有36个领导人 或代表人啊 主要是巴西那个总统没去 他有视频的 他们昨天结束的时候呢 普京当然讲一些话啦 各种各样的啊 当然有合照啊 什么的啊 你看到吗 主要就是 都是第三世界的国家 最重要当然是中国跟印度 这两个世界人口 最多的国家也参加 他在这个结束的讲 很短啊 三四天而已 他就是说啊 这个川普的乌克兰核庆 他非常欢迎 他认为川普有诚意的啊 而且他就 就等于说 大家都认识这些 我们俄国人的利益啊 他这个战的区域 大概都说俄国话比较多嘛 他的主要的 就是说 我们这俄语人 被这个乌语的人欺负了 用这种的 民族主义的情绪啊 而且他赢了嘛 他的各种的指数都不错 军力怎么样子的啊 好 苏之呢 访问印度啊 印度这个莫迪也是风筝扑马 回去的跟他商讨啊 什么的 主要就是 德国也是 不会把筹码都放在中国了 因为印度也是个人口大国 人力那么多 而且印度人也很聪明 唯一的不太相同的就是印度啊 大概因为热带嘛 这个生活比较容易一点啊 不会像我们别的地方 东亚的地方的人的勤奋啊 大家都说 东亚的国家 亚洲国家 大部分 尤其东亚的都是非常勤奋 而且孔子的独家思想 那印度的话 基本上 我是觉得 那么多人嘛 有好有坏啊 不过 德国这种 当然也是对的啊 看到印度的 克里克西米亚啊 克西米亚 那边又 有很多恐怖分子 跟巴基斯坦的 一个军车的召集啊 是 这个讲起来都是 已经小儿科了 可是 你可以知道 世界到处都有动乱啊 所以任何一个国家 这种事比较少 当你可以讲说 这些 有很多国家封锁新闻 都是非常 幸运的国家啊 啊 那 俄国的新闻社 我常常报道啊 当然发觉 他真的错误连篇 因为他也报道 台湾的这个 光复节 说什么 说台湾的 唯政府啊 台唯政府 他应该就是 唯啊 他变成危险的唯 实际上 那个唯政府啊 他是跟着大陆 叫台湾的政府啊 那 我是觉得 他应该可能是 不是能够翻译啊 就是用AI 直接翻译的 所以你有时候看 都要懂一些 可是因为我看久了 网络文学嘛 大家都用别的 我自己也常常发声啊 音准 练起来对 那字不对啊 这个跟以前的古人 不太一样 还看到他里面讲啊 这个乌克兰一个都战队 真的杀人不手软啊 他服务的 他就是 他用这个想影响世界 我相信也是有啊 因为战场上 这个你退却 你说逃兵 就是枪毙嘛 屡见不显 只是很少人报 他就特别 为他们无人机 炸自己的士兵啊 你撤退 我记得最 从小知道 就是一个 无配服役的军阀 在丁士乔 这个国民革命军 那时候 共产党中共都 呃 国民党一起的嘛 四十如归 他有个大刀队啊 你退了就砍头的 都没有用 还是一样败了 所以我对这些军人 这方面是 后来真的是 慢慢了解了 这个真的是很猜忍 这个 非必要之恶 我们把它减少的最小嘛 现在大家都 扩张军费 啊 要大家去当兵 好吧 那个 有一个报道啊 应该是怕网 还是什么的啊 他就说 北韩的军人呢 这次啊 应该是在俄国受训的 而且呢 他们 乌克兰说 他们会派到 库子克 就是这个俄国的领土嘛 这样子比较合理啊 因为他假如到乌克兰 那乌克兰就有话 他在 你侵占到俄国的领土 他就帮忙打 这个他们有 你也没什么话讲啊 所以这个这样子的 看到一个 说这个 匈牙利的执政党啊 他20年来都很顺 那个欧半啊 不过最近呢 他的执政党的民调 输人家两个百分点 不太多了 不过第一次输了 当然我看的是 英国的杂志 FT 他就让你求他 我别的地方 他还比较少报道啊 还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 说这个万圣节 马上就到了嘛 不过因为 人满为患啊 实际上也是难得一个机会出去热闹一下 年轻人去闹 不过日本呢 他就提倡 在东京啊 有个涉谷 应该是非常热闹区 他跟他电信公司啊 就说 我们不要去实职 我们在网路上就可以玩 他还把他 东的风景都是一样啊 你怎么样去玩万圣节 希望人家不要在外面人挤嘛 你看 以前韩国不是一个 还踩死人啊 什么的 可是问题是 难得面对面的关系啊 对 这是我对我们现在的人际关系 也是一样 大部分都网路上面对面嘛 那我昨天有个小孩子 他 很多人 他们是一个实职的 他 因为他们举行一个桌上游戏的一个 一个在旧金山啊 一个什么会啊 什么的 大家就是 因为他有时候常邀请十几个小朋友啊 也不小了 都是一塞子之类的人 在那边玩 他们又 打塞子啊 什么 没有意思啊 所以我是觉得 人与人还是应该提倡啊 不过那个大场面 那有点危险啊 这样子的 好吧 看到那个华为啊 在上海 有个新园区啊 开始进驻员工了 这大陆的报道 听说上 我不要多大 听说是几百万平方米啊 什么的 非常大 将来总共是三万五千人 现在大概有一万人慢慢开始了 不过他们就访问 他们都不答了 不过就是 因为华为园区 他都知道都是仿的欧洲啊 在里面好像都不觉得是在亚洲的样子啊 都在欧洲的 我不要这个是怎么 我看到一个 好像他那个上面一个 有个红星在上面啊 这样子的 华为的认证 这是忠诚的共产党员 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最后看到啊 说加拿大的渡五道 准备减少移民份额啊 我一看啊 原来他们本来预计是1.50万的 他现在把他减到39万 还389万 然后逐连递减 那我就想说 哎呦 加拿大这个国家 这个才这个四五千万的 这样子啊 那美国是 他的好几倍 他美国的移民是多少了 我不晓得 我当然知道 台湾每年有什么两三万的名额 什么 他每一国家有配额嘛 我稍微查了一下 新的资料没有啊 到2020年 他一年大概六十多万 而且他分三内嘛 一个亲属啦 一个技术啦 还有一个是这个 这个抽签 抽签听说已经取消了 我没仔细看啊 乐透奖啊 一年才几万人 没有什么影响 其他就是各国发 各国发 不过移民啊 他还有一个就是说 拿工作签证的 这些不算是绿卡的啊 倒是蛮多 也有三四十万以上啊 那个H1B啊 什么的 就等于是 你可以在这边工作的 他这方面是蛮聪明的了 因为美国就是 靠我们的移民 这个撑起来的啊 那现在他对移民的 政府对移民的态度 这样子啊 拿一个墨西哥的 一些少数的案例啊 每天讲 而且我们很多移民人 每天跟着起哄啊 我都觉得是 这个很有意思的啊 所以你可以知道 我们一般人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好 就这样子 再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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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